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屈原的生平 文学成就特点与影响 还简单介绍了几部重要的作品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阅读于辅这篇文章 在这支影片中 我们会以简单讲读于辅的内容为主 让大家能迅速掌握这篇文章的写作特点 内容架构 文艺内容 在屈原的作品中 总是呈现激昂的精怀 强烈的情感 并且勇于把内心的冲突矛盾呈现出来 也希望大家在阅读于辅这篇作品时 可以把重点放在理解屈原的洁生字词 坚持理想的处事态度 以及忠贞不屈 智杰形怜的人格特质与形象 在深入探讨这篇文章之前 我们先要有一些基础的认识 于辅这篇文章在写作形式上有下列的特点 首先是使用第三人称观点 记下与辅与屈原的问答对话 那使用第三人称观点的好处是 具有客观性 能清楚记录当下的实况 也正是这个写法 而有人认为这并非屈原自己所做 而是处人思念屈原而脱写而成的 第二 文章在叙述的部分是用散文写成的 至于问答的部分则是用运文写成的 这种运伞兼具用运自由的形式 开启后代散文复的先河 尤其全文最重要的部分是用问答的部分写成 这也是本篇重要的艺术特征 这也开创后是以主客问答形式写复的传统 例如我们曾学过的苏式赤壁复 就是苏子与克的对话组合而成 我们所熟知的成语 子虚乌有 即是来自于司马向如所作 子虚上灵妇这篇文章 所虚构的子虚乌有两位先生 还有与吴氏公的问答而成 接下来我们看看于府的内容架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描写屈原被放逐后的形象 叙述屈原被放逐的原因 交代屈原与于府相遇的背景 在第二部分则是透过两人的对话问答 反映两人不同的思想与态度 形成人物形象的鲜明对比 第三部分则是于府以超然的态度 面对始终坚定不移的屈原 而后悠然离去 两人因为不同的人生选择 而各自奔赴彼此的生命旅程 最后的于府所唱的苍狼歌 更增添于韵 我们回到了于府的第一段来想一想 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此时的屈原已经被放逐了 因此来到江边徘徊 犹疑不前 一个被放逐的人能够做什么呢 他只能无所事事的在江畔 若有所思的边走边引勇 颜色 憔悴 形容 枯稿 这个时候的屈原是什么模样呢 他不再是全情一时 深受国君重用的朝廷重臣 这时候的他 脸色 神情 憔悴 形体 容貌 枯瘦 作者只用这八个字 就具体精确的呈现 屈原被放逐后的形象 我们稍微停下来想一想 你认为这时候的屈原 内心的感受如何 他的内心又在想些什么呢 他真的像我们一般人 所认为的无事一身轻吗 如果屈原真的能做到无事一身轻 那就不用如此烦恼了 人的内心往往会反映在外显行为上 从他憔悴 酷稿的外形 可以推断此时的屈原 应该一点也不快乐啊 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如此悲伤呢 这时候 有另外一个男人出现了 一袭鱼翁装扮的他 看见屈原时 也跟我们有着相同的疑问 鱼府见而问之曰 子妃三驴大夫鱼 何故置于私 您不就是三驴大夫吗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啊 是啊 就常理判断 身居高位的朝廷重臣 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偏僻的荒郊野外呢 尤其一面走来 这个男人非但没有意气风发的样子 反而是一片潦倒失忆 各位同学 如果你是屈原 你会如何反应呢 你会默默的装作 没听见 还是淡淡的回答对方 你认错人了 然后就转身离开 这时候的屈原 既然没有回答我是三驴大夫 也没有交代他从朝廷来到这里的始末 他反而单道直入直接的说 我被扁了 不是这个扁 是这个扁 扁折的扁 也就是被放逐了 这句话有几个重点要注意 首先是举世众人与我屈原的想法观念极不相同 也表现出屈原独自一人 孤独处境的艰难 有点古墓 难称大局的味道在 再来就是众人所选择的酌与醉 和屈原所选择的清与醒 有什么差别呢 当然 在这里 屈原选择清白 不愿意沾染污垢 坚持清醒 而不愿意茫然酒醉 表现出屈原对个人操守的坚持 及对生命理想信仰 也表现出屈原对于贪比 昏溃的世俗 感到极度的不满 自然不肯随波逐流 不愿意同流合污 但问题来了 为什么屈原要跟渔夫说这些呢 如果这个渔翁只是个普通人 他能够听得懂 而且理解屈原所说的话吗 或说这个渔夫会不会也是个咖呀 他难道也是个重要人物吗 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这样的人物呢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先暂时割下 会在后面再为大家解答 渔夫接续刚才屈原所说的清与浊 醉与醒 提出他的见解 圣人不宁致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圣人不会拘泥 执着于自身的遭遇 而能随着世俗的变化 而应对进退 也就是懂得通全答辩 随俗方圆 能放下不必要的执着与坚持 渔夫在这里所提出来的回应 值得我们仔细的讨论 这里的圣人呢 指的是懂得随俗应变进退的人 在传统儒家思想中 圣人是具有崇高道德与精神典范 也就是人生理想的化身 有着仁爱胸怀 能够博师济重 先忧后乐 往往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精神 像是姚孙女汤 文武周公等等 就是儒家观念中的圣人 这样的说法 当然与渔夫所指的圣人意义不同咯 如果依照渔夫的说法 现在的屈原 在渔夫的眼中 称得上是圣人吗 当然不是咯 所以渔夫才要劝说屈原 要懂得随俗方圆 与世浮沉啊 而且渔夫还以三个摄问的问句 以计问的方式来告诉屈原如何处事 于甫是这样说的 当世间的人接着弄得脏兮兮的时候 就不要自命清高 或是坚持不染成 相反的 应该选择搅混污泥 先动泼澜 与世人一同污浊 当众人接醉 喝得鸣鼎大醉 醉熏熏的时候 就不要当个独醒之人 这时候更应该跟着一起吃酒渣 喝薄酒 与世人一起同醉 尤其最后一问最有意思 何故深思高举自令范围 意思是说屈原啊 你何必如此思虑深远 又举止高洁 而使自己被放逐呢 各位同学 你听出最后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了吗 屈原啊 屈原 你今日会沦落至此 很大部分是你自招的啊 唯有放下自身 对理想的坚持 对自我操守的执着 才能摆脱这样的困境 就自己与水火之际啊 屈原借由心沐浴者必弹观 弹去帽子上的灰尘 正衣抖落衣服上的灰尘 来比喻人应当洁身自好 不应受到外界环境的污染 借以表明心智 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 并且以宁腹相留 藏于将于之腹中 表达愿意以死明智 表现自己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坚决态度 并且屈原还透过两组安能的问句 回应于府 强调自己以茶茶之声 浩浩之白 也就是刚沐浴完毕 洁净的身体 坚持不受问问之物 也就是污浊脏雾的东西 世俗尘埃的污染 屈原这样的回答 也算是回应前面所说的 清浊 醉醒 屈原始终固守自己 独醒独青的坚定信念 毫不动摇 各位同学 你认为于府听完屈原的问答 会有什么反应呢 于府会是把屈原大骂一顿 还是登轮冷住了呢 结果他就笑一笑 划着船离开了 一边还唱着苍狼歌 苍狼之水清兮 可以浊无阴 苍狼之水浊兮 可以浊无足 而且于府没再说什么 就真的离开了 真的离开了 就是这么平静的离开了 各位同学 你认为 为什么于府 不再继续对话了呢 于府正式明白 两个人的处事态度 价值观念差异极大 实在难以继续 多说也是无意啦 于是就各走各的路 最后看似没有结局的结局 因此也留给读者 无限的想象空间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回顾 这支影片的重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于府的写作形式 他使用第三人称观点 叙述的部分用散文写成 问答的部分则用运文写成 那在内容架构的部分呢 他开端 是行淫则判 过程则是于府 与屈原两人的对话 这个部分也是全篇的重点所在 那结局呢 就是于府离去 最后两人各走各的路 让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 透过于府一文 我们也可以更理解 屈原始终固守着 独醒独青 致死不渝的信念 世人任何的作为 或是于府的劝说都没有办影响他 展现出屈原 智节行怜的人物形象 关于这篇文章更为深入的分析 请同学点选下一支影片 我们继续一起探索这两个男人的相遇故事 明镜 Set 未经许多频繁 欢迎订阅 请开订阅 欢迎订阅